大家好,上一课我们一起了解了目录的便利、复制、删除 这一课我们一起来了解文件的上传、解案等 好,下面我们开始 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PHP中文件的上传 好,我们在大部分的网站中通过PHP 可以把文件上传到服务器 对吧,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个实例 首先,我们看到这是一个表单 表单中,要上传一个文件 必须要有,要把我们的这个 Fone,这个Enchetype设成这个Multipart的FoneData 对吧,是一点 然后第二个,必须要有一个上传的这个Fire 这个Import类型的这个Fire 这个Fire类型的这个Import,对吧 然后再次提交到我们的这个UploadFile.php这个文件中 好,我们来看这个UploadFile.php,对吧 因为这个Fone.php属于我们前段的一个设计 好,我们首先看到 如果Files这个下面为Fire里面这个Arrow 它大于0,就表明上传出错了 否则,它就是能够获得上传的这个文件的这个名字,类型,大小 以及名时的这个文件 名时的这个文件名 看,我们这个Fire是因为这个上传的这个文件输入框 它有一个它的名字就叫Fire 所以我们在我们的UploadFile.php里面 这个地方的下标就是用的File 好,这是一个简单的实例 我们可以通过 这个PHP的这个全球骸数 这个下标 这样我们就可以从客户的这个计算机向远程的服务器上传文件了 对吧 咱们要注意这一个啊 这个TempFile呢 它是存储在服务器的这个文件的临时副本的名称 而如果,并且这个它是带那个路径的 好,这是一种非常简单的这个文件上传方式 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 我们应当增加有关用户权限的这个上传的这个限制 在以往的这个服务器中 我们经常大多数时间都在使用APA去 那这个时候 我们好多的这个PHP这个安装完之后 我们并没有修改配置啊 我们可以在我们的这个PHP.rnr中 打开一些那个上传的一些限制 比如我们有这么几个 一个叫做UploadTemp.r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那个Temp下发现链 它存储的这个目录 这个配置 它在PHP.rnr中 默认是为空的 这个选项在手动配置的PHP环境运行时 也容易遗忘 如果不配这个选项 文件上传功能就无法实现 这个选项设置的是文件上传时存放文件的临时目录 我们 所以我们要给它设置一个 一个默认的这么一个目录 对吧 并且我们给它复制的这个目录啊 我们要注意 要给它是一个可选 可写的这个选项 好 这是一个配置 另外一个 好多那个网页可能上传的文件超过两兆 那当超过两兆的时候 可能就会上传不上去了 我们有 以前有一些初学者啊 很容易在我们的表单 这个就是刚才的Fone.php中 我们设置一个隐藏的这个input 然后呢 它的 它的链 我们给它设置为这个 maxfiresize 然后这里写个value 然后写个多大 对吧 但其实这个值 虽然说用来规定上传文件的大小 但是这个是很容易被绕过的 默认的这个上传文件的这个大小 我们其实在我们的这个php.in中有设置 通过哪个选项设置呢 通过这个upload maxfiresize 默认是两兆 那我们可以把它改掉 对吧 我们可以改成八兆 或者改成二十兆 改成一百兆 都可以 例如我们改成二十兆 是吧 然后上面这个tempDR这个目录 我们就写成temp目录 然后让这个目录可写 光设置这个maxfiresize可能还是无法实现大文件的上传 我们还要修改这个post max size 因为它代表着post的数据最大自解长度 默认是八兆 如果post的数据超过了这个限制 那么我们的这个全局变量post以及我们的这个fires 它会为空 要上传文件时 我们要上转大文件 对吧 那我们肯定要把这个值修改成大于这个uploadmaxfiresize它的大小 或者是等于也可以啊 另外如果我们启用了这个内存限制 那么这个 这个我假如设有一百兆 好吧 我们的这个内存限制是memory limited 这个 我们默认的php进程是128兆 对吧 如果我们上传的文件很大 那它在里面处理 那这个时候 我们这个memorylimited也要设置大一些 具体设置多大 就看我们上传文件的时候的一个量啊 密切我们在上传大文件的时候 可能 网页感觉速度很慢 并且超过一定的时间 因为我们默认是30秒 对吧 那它可能就是 也会出问题的 那我们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适当调整我们的这个最大执行时间 就是我们的这个max excuse time excuse time excuse time 它的值 调整它之后 波零的话可是没有限制 如果有值的话就表示如果超过这个值 它就直接不成功了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实力啊 在这里 这个上传的这个过程中间 我们没有做任何的限制 对吧 我们只做了 如果出错了 我们就把错误展示出来 如果没有出错 我们就把它的一些属性打出来 对吧 好 我们再来看个视力 我们看这个视力 诶 我们做了这个文件类型 以及它的这个大小的这个限制 对吧 只有这个大小的 并且这个类型的 就是相当于我们这里就只传GPG 以及GIF图片 还有这个大小 必须是小于这个20K 这样 它保存被上传的文件 他们就在我们的这个PHP设置的这个目录 这个upload TempDRP这个目录下面 保存了这么一个 TempLane这样的一个 一个副本吧 并且这个副本 会在我们这个脚本结束的时候消失 要保存 如果需要我们保存上传的文件 我们是不是有一个 移动文件的这个函数 把它这个临时文件 移动到我们这个新的这个 目标地址 好 我们看 好 我们还是刚才实际上增加一些东西 首先是GPG 以及GIF图片 然后20KB的才能上传 对吧 好 这里我们是输出它的一些属性 然后大家看到 如果我们判断这个 目录下 这个upload 这个目录下 如果已经存在我上传这个文件的时候 我们就提示它已经存在 如果不存在的时候 你看我们通过我们这个 moveupload file 就把我们的这个TempLane 这个临时的这个文件复本 移动到我们的这个目标地址 然后这样就把我们的这个文件存到了我们这个upload的目标下面 对吧 然后等我们脚本结束完之后 它这个临时文件 它就消失了 这样我们的文件就上传成功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个那个严格限制的这个上传脚本啊 因为只是通过这个type可以伪造的啊 好 我们直接看事例 哎 我们看这个例子 首先 我们获取了这个上传的这个临时文件的这个副本 对吧 然后判断它是一个上传的文件 如果是的话 我们再执行 哎 我们这里看到有一个my my这个detectmy这个函数啊 它把这个副本传进去了 对吧 我们看它是干嘛的 看到 我们打开了这个文件 然后我们获取它的一些信息 然后我们读了头文件的四个字节 哎 做了一次转换 转换完之后呢 搞成16进制的 然后做了一个判断 查看了它的硬编码啊 这是 查看硬编 编码之后 这样它就直接能判断出来 到底属于什么样的一个文件类型了 好 然后我们顺便看一下这个函数啊 这是获取文件的后缀 看 我们根据上一个函数得到的这个文件类型 我们就判断 它的这个后缀 应该是什么样的 好 这是两个函数的作用 哎 发现 通过这个函数 我们就严格判断了这个上传文件的这个类型 然后通过这个函数呢 它就获取了对应的这个文件类型 就这个后缀 对吧 然后我们这里看 它如果能匹配到我们指定的类型 它就能返回对应的后缀 如果匹配不到 它就返回了一个type error 对吧 那我们的上面如果等于type error的话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文件类型不是我们想要指定的这种这种类型 然后这个大小 我们看一下 大小我们在这个函数里面 没有做限制 那这里也没有做限制 好 那说相当于这里是有点忽悠人的啊 这个文件大小 小于 512kb 对吧 这里是有点忽悠人的 因为这两种函数只是判断了这个文件类型 好 然后 那我们上面还有一堆的这个 错误的这个判断啊 我们根据这个错误 error这个返回的这个值 我们判断到底是 属于哪种错误 对吧 如果有错误的话 我们就不再 做这个移动文件的操作了 如果没有问题 我们就生成我们的这个 你看 跟时间说有关系的一个新的文件名 然后 上传到我们这个目标地址 那就是移动文件 如果移动文件成功的话 那就 没问题 如果移动失败 这个moo upload file 就返回force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输出文件移动失败 这样 我们一个 严格判断文件类型的这么一个脚本 就执行完毕 他就把我们的这个文件 移动到我们的这个目录地址 并且 新的文件名是跟我们当前的时间戳有关系的这么一个文件名 这样就避免了这个上传文件的重复 其实对流量比较大的网站 可能上传比较多的网站 我们在这个除了 您是时间 这个时间戳之外 我们还要加一个随机数 因为有可能在同一毫秒的时间的时候 突然上传了两个文件 那也是有可能的 对吧 那这个时候 有可能会 我上到的A文件 也显成这个名字 另外一个文件B 也是这个名字 那可能就被覆盖掉了 所以建议在这里再加一个这个随机数 这个在里面 好吧 好 这是我们的这个文件上传 那我们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文件下载 下载它是有这么一个原理 首先我们用户浏览器访问下载文件的页面 对吧 然后我们点下载 那那个下载页面就去读入对应的这个文件 而下载页面通过我们的HTTP返回给我们的请求段 返回文件数据给浏览器 而浏览器写入到用户选择的位置 这就是一个下载的这个原理 对吧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小本 我们叫做download的PCB 那在这个文件里面 我们首先文件名是ha.gbg对吧 然后finite 我们转成GPSR12的这个文件名 因为它有中文 然后再打开这个对应的这个文件 如果判断这个文件不存在的话 那就不用下载了 对吧 然后或许我们这个文件的这个大小 我们这里改一下 因为上面是ha.gpg 下面是a.gpg 对吧 肯定是同名的这个 然后按照我们的这个字节格式返回 首先我们返回这一次的这个大小 就是我们这个文件的大小 对吧 然后弹出来 这个句话的作用就弹出来 那个是否要内存为这个文件 然后文件名是我们的这个ha.gpg 然后防止这个文件很大 那我们的服务器压力数据增大 我们就采取读 读了这个文件流的方式 每次读1024 然后把这个1024输出 然后一直循环 使它读完为止 然后再关闭这个文件数 在这里面 如果我们的这个文件名是中文 像我们这个例子 那我们的php函数 把它识别起来有问题 我们就要给它做一个转换 所以我们在这里就有了这个 转换编码的这个函数 在这里调用 如果我们要把一个字母串 从UTO8转成基标散押 就类似这样调用 因为这个函数第一个是语言编码 第二个是我们想要的这个编码 第三个是我们想要转换的这个字母串 好 这就是一个下载的事例 我们要注意到这里 输出文件流的时候 我们是循环读取的方式 并不是一下子可能来个时照的文件 立马就把时照直接哐当输出来 那这那样可能会带来一些问题 好吧 好 那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这个文件的减压 因为有时候我们上转文件的时候可能比较大 那我经过我们的压缩之后可能就会小一些 对吧 那如果我们的压缩包不是有两种吗 一种是IR的这个后缀 一种是Zip的后缀 对吧 但是如果我们上转的是IR压缩包的话 那我们的PHP只能调用这个系统命令 就是我们的服务器必须要装这个IR了 这个软件才能减压了 因为这个IR它的一个算法 它并不是开源的 所以我们没办法给它减压 我们必须要依赖它自己的自身的这个命令 在我们的这个PHP中 我们无非就是调用这个System 然后以XEC来执行一些系统的命令 然后后面指定一个路径 可能类似于这个IR对吧 然后X 然后这是FirePath这个文件路径 是吧 我们这样执行 这样才能给它解压了 好 我们今天这个设定里面 我们主要来了解这个Zip压 但是要记得我们的PHP里面 我们要开启这个PHPZip的这个扩展 好 来我们看看事 首先我们设置了这个脚本的这个时间 是一直能指引下去的 然后设置了我们的这个最大内存限制 128兆 对吧 好 定了一个函数 这函数先不管它 然后你看我们下面 看这个函数的调用 首先是把我们的亚数包 这个名字传进来 然后第二个参数是一个目录 对吧 好 我们再来仔细看这个函数 首先 判断这个文件是否存在 不存在的话 我们就不用往下执行了 而存在 我们这里设置了一个这个解压时间 对吧 开始的时间 好 那如果文件名的路径转换成GP2312这边 否则会读就不到 它做一个这个转换 两个 它都做了一次转换 好 然后你看 我们直接打开了这个压数包 对不对 ZipOpen 然后我们一次读取了里面的这个 压数包里面的一个个文件 并且 如果能打开 则继续 它把里面的这个也打开了 看 它呢 当下里面的这个文件名 然后做一个路径的这个截取 看到它是个目录 去创建一个目录 如果不是目录 它就是文件 对吧 是文件的话 它就获取这个文件大小 如果 它这个文件 它大 大于六章 那么它就跳过了 如果小于六章 它就读取里面的这个 内容 然后把它写进去 然后最后关闭这个目录 再关闭这个压数包的这个资源 再记录这个结束时间 然后告诉它 我们这个脚本执行了 多少时间 多少秒 对吧 其实可以看到 整个这个过程中间 它无非就是把我们的这个压数包打开 然后判断里面是个目录 还是个文件夹 如果是文件夹的话 就在我们的目标地址对应的这个下面建立一个这样的文件夹 如果是个文件的话 我们这里有大小限制 小于六章的话 我们直接把这个文件读出来 然后写到我们的目标地址 然后一直循环到整个结束 其实有点类似于我们复制一个目录的这种感觉 只是我们这次操作是个压数包 而不是一个原来的这么一个目录的路径 好 这一刻我们就到这里了